其实我是一个很害怕 出去到外面之后 然后漏袋一样 我需要的东西的人 我就会很慌张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把 我觉得可能会用到的 就都带在身上 拎着一咖又大又重的包 孟耿如这回来到 苹果名媛搜身单元做客 不仅泄露了自己的短小恐慌症 更直接练5P 东西要用到不能用为止 就像她的化妆包一样 看上去就很有历史的痕迹呢 这个用了多久 我觉得有 六 可能有五六年 在这个五六年之前 是赵哥在用 我不知道他用了多久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因为他后来 自己也不会带化妆包在身上 他怎么会有化妆包 他以前可能觉得 简单出去可能画个眉毛 后来我发现他说 我不会化妆 化妆包里必备的 是他出门的补妆三宝 还有最爱的中性调香水 好想给你们闻闻看 是什么牌子的 这个是NFK 然后它叫做阿米 它的整个名字很长 什么阿米什么什么的 然后通常我们就会讲阿米南香这样子 其实讲南香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有点害羞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怎么用南香 所以赵哥平常会喷香水吗 会喔 他比我还要女神 他比我还要女神 他各种香氛 然后连那种保湿的 他都喷得很香 有时候我在车上会说 先不要 空气真的太香了 太晕了 对对对对 开完了老公的爆料大会 还是要来吹点文青风 才能符合梗汝的气质 你说是不是 我最近 就是疯狂在用的 iPad 因为我觉得它很方便 它可以 就是接那个键盘 所以它可以像电脑 电脑一样用 所以我就画一些小插画 随身要记录的时候 我觉得很方便 其实我以前就是蛮倾向 一定要拿真实的纸和皮箱子 但是因为后来发现 有时候放在包包里那样子 会被弄烂掉 所以后来觉得 其实用成iPad对我来说 我现阶段蛮方便的 这个底片机是我爸 可能二十 他二十岁的时候吧 反正他的第一台底片机 好像说当时他买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是蛮贵的 后来他翻到后 里面都是美菌 那些就是已经不能用了 然后我就拿去把它修复 我现在大部分就是拍照的时候 都会用这台来照相 时尚动新闻 文青就是要用底片积压 报答 超多摆 父亲 到初遍 感谢观看